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27岁的女星林佳安因参加中国,选秀节目创造101知名度大长,回台后首度接受媒体专访,自曝当时工作人员要求她哭一下,但她无法配合,也自认节目上发言都不讨喜,像是被问觉得谁能晋级。 她竟回答,随便了。 上12点,累到联想家的情绪都没有,也没有手机可以跟外界联络。 另外,林佳安还坦言,当她一去时,竟发现每个人都常一样,第一次觉得自己眼盲。 她接住解释,其他惨赛者才15,6岁,可能还没发育完成,表示,大家很梦幻,会在头上绑缎带,别娃娃,觉得自己男孩子气重。 超级格格不入,许多网友称林佳安是佛系选手,因为不争不求,她说,我觉得我到那边不是交朋友,是完成一种实境秀和选秀的工作类型。 她理解节目需要情节起伏,难免会有煽情的安排,但也坦言没想到参赛的选手们都很喜欢她,也因此让她在最后要离开时,舍不得与大家的友谊而真情流露,泪洒舞台。 林佳安因参加创造101知名度大涨。 MeiMei直播提供。